根据苏州市公安局交警通报 今天上午七点多 江苏的苏州工业园区 发生好几起车辆追撞交通事故 累计至少上百辆车 因为天气太冷 道路结冰 结果路面打滑 煞车不及 跟前后方的车辆追撞 目前共有九人受伤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由于当下追撞的力道相当大 甚至有车子被顶上另一辆车的车顶 很多台车也因为追撞过猛 当场变形成了废铁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今天清晨接近七点的时间 长江大桥双向道路 也因为路面结冰打滑 发生好几起车辆擦撞意外 交警在现场实施交管 禁止双向通行 由于路面湿滑 长江大桥隧道桥段 改踩限速每小时20公里的措施 呼吁民众外出要格外小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